马英九总统在谈蒋经国总统党政合一的时候 露了口风 现在政坛传出来 马总统即将要接国民党的党主席 党政合一总统兼主席 政绩会比较好吗 听听看马总统怎么讲 如果您是国民党党主席的话 会不会一声令下也就通过了 其实要一声令下也不会那么快 可能要好几声才行 对 因为主要是现在的环境 大家的意见多 而且我们大家也相互比较尊重 就算兼任了国民党党主席 国民党还是可以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当然当然 只是您的施政上面的推动 可能就会顺利很多 对 马总统的这一段谈话被外界解读 是说他起心动念想要去兼党主席 不过总统府的发言人王玉琪 倒是出来消毒说 马总统这一段对于总统兼党主席的看法 只是一个客观分析 不是总统的主观意愿 总统在当天所提到的部分 都是他针对这个相关议题的一个客观分析 他本身并不牵涉到总统本人的主观意愿 关于总统是不是会 兼任党主席的这个问题 目前谈这个问题都言之过早 言之过早 就是总统的客观分析 跟他的主观意愿 如果有很大的落差的话 表示他的分析能力不太好吗 这个王玉琪是这样的意思吗 分明是主观意愿 怎么叫客观分析呢 骗空跟哪 对世心学生也不能这样讲 我们还成熟人 马云九现在予其予求 他要做什么 其实大家不敢挡 你看今天王金兵就表态乐观其成 吴博相也会浪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权力 人本人会想扩张 这是本人 他扩张好不好就要评估了 是不是党政合一 总统兼党主席 怎么想变魔术 抓兔子 有兔子 抓灯笼有灯笼 要思考一下 今天真正问题不是党政合一 是马云九的领导力 包括整合的力怎么样 这才是思考 并不是说兼党主席 是马云九